地方居民的動力都比環保團體這些來得強 那其實這個案子我們覺得慈濟應該是要坦承來溝通 他如果不願意在都市計畫的審議前面就先跟民眾溝通好的話 送到都市計畫委員會裡面還是會一樣 那2010年的時候就是兩年多前 在都市計畫審查最後一次慈濟這個開發案被否決掉的時候 當時的主席是副市長林建元 那林建元副市長他所指的主要理由是說 慈濟跟民眾的溝通都沒有做到 那他建議慈濟再跟民眾多做一些溝通 再來送都市計畫審查 那我們看這兩年來其實慈濟沒有再做什麼溝通 那最近的動作很多 那最近的溝通都是發一個文過來 就要求這邊要來跟他們說話 那我覺得慈濟這一點其實是很糟糕 他的做法其實比遠雄這種惡名昭彰的財團還要惡劣 那之前我們在大巨蛋的開發案的時候 那遠雄集團他一開始的說明會也是像今天這樣 辦說明會兩天前才讓大家知道根本就沒有人可以參加 那之後在抗議之後到市政府的抗議之後 那遠雄就重新再辦說明會 那聽說啦齁 慈濟已經說要繼續後面他要辦好幾場說明會 那我們希望他以後就說到做到 以後每一場的說明會都能夠跟地方居民 他好的協調時間 那也不是只有時間而已 我們希望所有的說明會是真正的溝通會 不是單向的說明 這個溝通最好是對等的 那慈濟有慈濟的開發的構想 那居民有居民的構想 最好兩邊都可以有對等的時間來談 那談完之後其實這十幾年來 到底有哪些的爭議點也都很清楚 到底這個開發案合不合法 到底應該怎麼做比較好 這些一個一個的爭點 一個一個討論清楚 而不是像過去所有的說明會 就是所有人花言三分鐘吵完而已 那我們希望這個案子能夠有好的結局 希望我們台北能夠有更多綠色的生態 那過去已經被破壞的環境 應該好好的恢復回來 而不是因為有人做好事 就可以讓一個違法的事情就地合法 謝謝大家 大家加油